好 台湾顾问团 最后会过台湾 观众朋友们午安 我是阿郭珠 好 我们今天今天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呢 这个越南的排华暴动 发生了已经一个星期了 昨天520台商们终于在越南 看到我们的政府 因为国民党的副主席曾永泉 是奉马英九主席之命 亲自飞到了越南 他终于亲眼看见 被打砸抢烧过后的台商工厂废墟 他说了这么一句 跟我们在台北想象的不一样 好 施政可以用想象的吗 那么经济部呢 今天也出了一团到越南去了 应该要到了吧 又出了一团去 真的能够协助台商来求偿 重建跟复工吗 我们台湾团团 今天请到了回台的台商 带大家来还原513暴动时候 政府在做什么 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 今天现场请到的四位来宾 好 我们第一位为大家介绍 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林国正 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场来请到 还有文化大学教授邱毅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就是为大家介绍的 肯兴集团的董事长 郭玉婷 郭董事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场还请到 资深的政治记者李明贤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大家还在检讨 因为这个越南问题 还没有解决这个时刻 政府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 之前没做出来 来不来即亡羊补牢 不过在讨论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带大家关注的是 哇 这两天全台湾的雨 吓到大家非常惊恐 早上六 八点二十一分 还有一个大地震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天气状况我们还是要请到 最专业的气象主播 带立刚来进步 为大家来先做说明 立刚要赶快来请你告诉大家 到底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 会不会越下越危险啊 嗯 郭祝啊 你问到这个问题 许多的朋友都在关心了 但是下雨的状况 昨天的大约从晚上开始 一直到今天的中午之前 是北部地区的下雨多 不过郭祝啊 到了今天的下午以后呢 大概是从中部以南地区的降雨 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又下到南部去了 对 会下到南部 但这段时间来说 其实我们在五月到六月 都是梅雨季了 那但是梅雨封面 其实在进来的时候 雨不是一直下不停 因为大家一般的印象都觉得说 好像雨是下个没完没了 其实不是哦 有时候你会出太阳 但是那个对流云层一进来啊 雨可是下得又大又急呢 那但是你问到说 下雨下午还会有哪些地方要注意 这个大家都关心 对 没错 就来看一下这张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了 雷达回波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很明显的 在今天的中午的时候呢 整个降雨的状况来说是在哪里呢 是在台中到彰化这个地方 而现在的对流云层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已经逐渐的是在往山区方向移动了 而另外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在 现在的这个时候开始呢 澎湖南方已经有小的对流云带在出现了 而这个对流云层呢 也就是说它等一下接近陆地的时候 会地形抬升 所以呢 彰化以南一直到恒春半岛的朋友 你都要特别注意哦 有没有看到 现在在台南高雄外海也有对流云带发展 而这个对流云层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这也就是代表说在傍晚的时候 大概在同学一些 国小国中同学下课的时候 这个云层就会进入到高平地区了 而在今天晚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哦 现在是在金门南方海面的水汽带来说 也正在往台湾的方向移动 所以澎湖啊 大概到傍晚的时候就会下比较大的雨了 但说到这没雨啊 今天的雨的状况来说 最主要就是在于说 北部地区在今天的时候下雨状况 是在昨天晚上到今天的中午之前 是比较明显 有没有注意到紫色的区块出现了哦 今天中午的降雨量来说呢 最明显的地区在哪里呢 板桥 板桥的雨量到目前的雨量观测资料 是在185毫米 但是呢 板桥的雨量来说 现在其实都已经变小了 因为最主要 整个对流云带的走向呢 现在已经改变了 因为走的方向来说 已经开始比较偏于中南部了 但中南部我们可以注意到 现在呢 在这台中地区到彰化这里的降雨量来说 大概在40毫米左右 这是今天早上到现在哦 但下午以后 仍然就是要注意这里有对流发展 另外在南部的南台湾的台南到高雄地区 也有一些明显的对流正在发展当中呢 所以我们从这张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台湾海峡有云层在发展 下午要开始接近了 而北台湾的对流云层 已经是在正在逐渐的减弱当中 可是呢 一般来说啊 封面带的水汽量来说 最主要就是在 风前的部分 吹西南风之下会带进来 所以呢 我们还要再观察是哪里呢 我们要观察的就在香港南方 还有包含了广西这个地方 这边在明天的时候 仍然有些零星的对流水汽会再出现 因为这个水汽是从印度洋 通过中南半岛 往台湾的方向送过来了 这也就是梅雨的一个特色 在五月份一直到六月份 尤其比较强降雨的状况 会在五月中旬以后 也就这一波是属于第一波 比较正式的梅雨封面 而再来呢 下个礼拜三的时候 另外一股封面再接近 那到了六月大约17号之前的时候 是最后一波的封面要通过 所以呢 在未来的三个礼拜之内呢 大家其实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呢 尤其啊 最主要就在于说呢 三件事情提醒大家 在未来几天要注意 第一个 你山区不要前往 因为最重要 刚刚国主也讲到地震的关系 山上土石有松豆 今天不一定会掉下来 但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太阳一出来 天气转切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有落实的状况 第二个 西边请你别靠近 因为现在许多山区部分的 像昨天雨量大 台南山区 南投山区 高雄屏东山区雨量都大 脑龙溪 溪水都暴涨了 你如果在西边工作朋友 务农的朋友 请你在这三天内 都不要到西边 第三个 下午在中南部雨量来说 局部地区又会比较明显 你雨区行车 要特别小心呢 所以国主 在这天气形态来说 今天下午以后 是中南部的朋友要注意呢 好 但是高雷 高雷有特别强调 这个所谓的对流包 一个个来 太平洋那边还在持续的 印度洋那边还在持续的生成 所以这个礼拜应该到 这个周末之前 都是这样的天气吗 那一下都是这么样的恐怖吗 这个雨的状况来说 其实大约在今天 晚上到明天的时候 又有一波水气进来 接着呢 再次在明天的时候 会有一些 但是明天的量来说呢 跟今天相较之下 会要减少的趋势 到礼拜五的时候 渐渐的只剩短暂雨了 礼拜六大概下午以后 天气都开始好转 礼拜天高温就到33度了 高峰期算是已经过了 大家可以稍稍放心 高峰期还不算过 因为是今天下午到晚上 还有一波水气要进来 是的 所以这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的留心 对不对 没错 对刚才也点到了这个地震 今天地震算是今年以来最强的 所以刚刚也提醒大家 眼前这个地震很多网友们都在问 跟这个强降雨有没有什么关系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关系 但是再来天气放晴 就真的要特别小心 对不对 没错 因为这个地震的镇央 是在花莲的凤林 是在陆地上的镇央 这个镇央主要就是欧雅板块 跟下沉到菲律宾海板块 下沉欧雅板块 所造成的挤压的一个地震 但是这个地震的最主要 东部地区雨的部分来说 其实也并不明显 因为主要降雨都在西半部 可是刚刚郭主席讲的没错 因为雨下了 山有地震了 地震完之后石头松动 但是因为现在下雨 泥土会把那个石头 还牵在那边 可是到了礼拜天 跟礼拜一的时候 这两天可都是大太阳 高温33度以上 这个时候水干了以后 水分被蒸发掉以后 石头就容易会有松动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就在于 周休假期 你如果到了礼拜六 下午天气都好转 你到山区去的话 几个山区要注意 像在南投山区 花莲山区 还有包含嘉义山区 这些地方其实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些路段的 这些有落实状况 甚至包含苏花公路 都要特别的留意 谢谢我们谢谢立刚 最专业的分析跟提醒 谢谢立刚 每个小时的中天整理新闻 立刚都提供给大家 最新的天气的变化 谢谢立刚 好 请立刚先来告诉大家 告诉我们台湾 台湾顾问团的观众朋友 关于天气的状况之后 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 我们刚刚告诉您的主题 就是 关于越南的排华暴动 演变到今天是第八天 今天经济部也帅团 前进到了越南 昨天有国民党的团 今天有经济部的团 这些团要去现场 当然希望给台商 最多最多的帮助 但是我们刚刚 要赶快为大家来提到的是 今天现在请到 才刚刚从昨天晚上 才从越南回到台湾的 肯姓金团董事长 董事长其实第一时间 透过中间新闻的频道 在5月14号的上午 我们透过电话跟视讯 就请您在平阳的饭店里头 告诉我们 经过513一整夜的肆虐之后 到底台商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 政府出动去到了越南 还来得及做什么吗 我想必须这样说 政府他有做些什么事情 我想他们都有在做 但是很遗憾的是 没有看到真正有一个 有一位任何的一位人士 在外交部的或者是办事处 尤其是胡志明办事处 距离我们安置中心只有28公里 那在13号最危急 是从中午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这些事件的发生 一直到14号的9点 这一段期间内 为什么我说14号的9点 因为在14号的9点 陈伯秀 陈处长 他抵达到饭店 有待了30分钟慰问 关心这些 我们的这些受害的台商 但是在前面这段时间 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最危急的时候 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有人出现 我相信很多人会 能够感受到国家 对我们的一个照顾 就算他真的没有能力 能够做什么 至少有一个人来 应该会让大家感到心安 安心 好 这很重要 那个28公里 通常车程要多久 开车到您 平常开车大概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 对 好 那么就胡志明的办事处 就是陈伯秀处长在负责 是 是这样子 我必须跟您报告一下 跟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在就我所了解 外交部他整个的编制 因为越南国土长 对 从河内到这个胡志明很长 是 所以他有北越跟南越 北越有黄志鹏黄代表 对 南越是由这个 陈伯秀处长负责 是 所以最靠近你们 就是胡志明的办公室 就是陈伯秀处长 平常在跟大家做服务或做联系 对 那所以在那个最肆虐最状况最糟的 这个整个深夜到清晨这段时间 董事长你们有试着请代表处协助吗 有打电话找他们吗 还是说这个时候呢 你们也是赶快自己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躲起来比较重要 我想跟各位报告 我们从13号的 我们从13号的中午11点开始 这是整个的时程表 我们有做所有的记录 没有时间去跟台 我们没有时间去跟台办处联络 我们整个公司的工作人员 大概有46个钟头都没有睡觉 是 从一整夜就 因为我们在开设了 我在第一时间 是公安厅的厅长 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 那他打电话来 在11点的时候打电话来 他是以私人的身份告诉我 说Be careful 我第一时间我做的一个动作 我是先请饭店的业者 因为我的内动饭店里面 就只有我一家公司 那我旁边有两个会议室 那我想说跟饭店业者讲 所有房间都留下来 都留下来给我 因为我开始先做这些动作 结果开始我们就到2点多的时候 我们打电话给蔡文珍蔡会长 请他赶快也躲过来 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工厂也受害 其实这不能怪蔡会长很多人 我觉得蔡会长在大 在那个时间他也是受害厂商之一 在这段时间没有人有时间去联系台北办事处 那我不知道也许陈处长也忙着再回应其他的受害厂商 但是就很遗憾我们是一直到隔天的早上9点才见到他 也许我不晓得原因啦 他也没跟你说明为什么这时候才出现啦 他来就有慰问关心 但是没有对着大家做一个怎样的一个发言 是只坐在那边跟其他的身边的一些台商慰问 真的是慰问口头的关心 不过刚才这个董事长讲到 你们接到了公安的朋友告诉你们要小心了 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对这么多新闻发展这几天下来听到说呢 我们的李强舟这位国安局的新任局长说9号就掌握到情资 也有通知你们吗 这个情资有到了越南 有越南通知到所有台商了吗 有通知大家说有这么一个排华事件 可能他要特别的注意 针对这件事情我真的呼吁 就是实际上真的国家有做些事 并不是没有 这是5月9号的时候 从河内黄大使他们那边发出来给各个分会 告诉各位 他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鉴于进来越南与中国大陆这巴拉巴拉这些 OK他告诉我们要小心防范 那我相信这应该是由这个国安局这边提供的情资 他们才能够发出这样子一个警告 是 所以我们之前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这是有做的 但是就是说他发给到了相关的台商会的分会 那如果不是会员大概不会知道这个事情 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以我们平阳省来说有两千多家的台商 加入平阳省台商会的只有415家 它并占不到五分之一 那如果不是在台商会的机制里面 难道我们就要放任他们去自生自灭吗 所以我在开设这个安置中心的时候 第一个我必须坦白讲 我不是因为台商会或任何会 什么会都不重要 重要是这些台商的生命 嗯 选事赶紧请在周边 能够快速到达饭店的台商朋友们都来吧 对我们尽量打 那也请平阳省台商会的会长进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台商会的会长 有很多人会希望透过他的手机求救 对他要安全啊 他要安全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在那边有投资一间保全公司 是有核准枪械使用执照的 所以在那天晚上你知道当天 公安都不敢进去救人 我还要把我调了110个工 我自己的保全部队进来 带着我们自己配备政府核准的 的枪械 分10组 陪公安去救人 有救出多少人呢 总共的人数 对你就进到工业区去找人嘛 对不对 我们目前有记录的是这边 这些都是被你们全部救出来的 然后就到饭店一块去避难 对 那当天晚上总共含房间里面都已经住满了 房间的部分大概已经 有些房间一个房间只挤了17个人 因为没有房间了 那我们开了两个会议室 那我请业者帮我放了一些单人床 那一间会议室里面摆了三十几张 另外一个因为已经没有单人床可以使用 你可以 你知道那真的是像在逃难 真的就像战争爆发 在另外一间没有床位的地方 我们很多台商就委屈了一个晚上 是躺在那个地毯 地毯的地面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多就像 很难去想象的 这真的很难想象 对我们来讲大概是一辈子忘记不掉 你刚刚的形容叫做战争 好这辈子当然很少能够碰到战争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JMA制造董事长立刻告诉大家 看得出来你们非常需要政府的援助跟关心 但是在最危急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人影的 观众朋友如果透过中天新闻在5月14号上午 来跟这个郭董事长现场做连线的时候 他有讲到 套仗你们在饭店看到 日本的大使馆的人员把日商都带走了 是 那当下有什么心情 我们就实在也没什么心情 因为那时候还很紧张 也不能说什么 当然很多很多人的情绪自演都会出来 不过我想真的在 我真的建议各位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当然我们一定要去提出严正的要求 要求越南政府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赔偿 或者是税负减免的部分 可是更重要的我真的要拜托各位 现在在台湾的媒体上面 就许多的发言 其实是在伤害我们台商 我们台商未来在那边发展的契机 是好 我们先喝一口水 我们已经看到了董事长在现场告诉我们 到底事发当时平洋是最乱最乱的地方 以及最严重的地方 请教林委员 我们的台商在全世界各地拼经济 但是拼到大家不希望出事 但这个真的出事的时候 找不到政府 那这样 我想董事长已经渐渐的把整个当天最危急的 仿佛是战争的状况 就是13号大概下午到14号早上的 是最严谨的状况 我们很难过就是他刚秀出一个很关键的公文 就是在越南里面分成所谓的南越跟北越 这中间很狭长 大概1000多公里 所以我们在河内这边是一个代表处 在胡志明南越这边也是一个办事处 那一般我们黄大使是在河内 因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在这边 南方这边的南越就由胡志明的办事处 那5月9号黄大使就发了一张公文 出去告诉所谓的台商会 我想台商会有收到这张公文 胡志明办事处也一定有拿到这张公文 那这个活动 这个所谓的缓爬这个暴动 是经过政府允许合批的一个 所谓的工人劳工的一个运动 那胡志明办事处不会不知道 而且参与的规模也不会不知道 那我们很难过的 从董事长里面的嘴巴里面提出来是 他必须透过当地的公安厅的厅长 来告诉他要小心点 那我们胡志明办事处第一线的官员 你在做什么 第二个 当大家在一个历经一个晚上好像在逃难 17个人挤一个小房间睡在地毯之上 那个可以用度日如领的时间来形容他 我们的胡志明办事处的处长到早上9点 去跟大家say hello就离开了 相较之下看到人家14号早上日本是派出专车 把整个日桥运送到整个机场 让他平安的离境 那我们胡志明办事处在做什么 所以时间上我把他连结起来 把他连结起来 这个时间表5月14号是礼拜几 礼拜三 我才可以想象说为什么外交部的政事 施亚平政事 他在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竟然是 反咨询当时候咨询的立法委员 当立委问他说你有没有备妥专机要撤巧 他竟然反咨询我们的立委同事说 难道每个台商台巧都要回来吗 大家傻眼 原来是我们第一线的胡志明的办事处里面 可能他的所谓的电报 是完全没有掌握到所有的危急的状况 所以也才会有我们的曾永泉秘书长 昨天抵达平阳时候 看到现场到同耐到平阳去看到工业区 你们的厂王受损 他才会讲出一句跟台北想象完全不同 我们才可以理解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政务市场里面 还可以过太平天国的天年 可以在立法院反咨询 一直到我印象很深刻 当天五月十十号的下午 中常委还安排 国民党中常委还安排江一花院长 做所谓的这几年的政绩报告 如果外交部有拿到 驻河内驻胡志明办事驻的快点 把整个台商一个晚上 如同是整个孤儿 整个战烂的情况之下 把它一五一十的描述出来 我相信当天下午的中常委里面一定会变更议程 所以一直到傍晚 整个有个媒体里面 一直播报现场台商 越南台商实际的状况 马总统警觉到 才在十四号当天的晚上 召开国安高层会 大家注意看看 五月十四号里面 我们的机位数才一千七百多 才为大家骂翻的 看到石亚平的说辞 甚至交通委员会也质询 那时候还变更议程 问民航局的局长 高层也没有指示你去跟相关的所谓的 就是机架专机 他说没有得到指示 一直到十四号的晚上 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才会有十五号 大家就注意看看 从机会十四号的一千七百多个机会 增加到两千七百多个机会 多了三台飞机专机 去接我们的穷 也才会有五月十八号 生怕越南第二次的劳工暴动 才会所谓的全部怎么样 大家绷紧神经 这些东西里面我是觉得说 我们现在一定不分蓝绿 刚刚我们的董事长提到 台湾的政治人物 可以在台湾喷口水 但这些台商第一线 在越南做生意 他求的就是希望说 这个暴动里面不要再发生 他求的就是 未来的生意 能够继续的永续的经营 他求的就是 在这次栽损的过程里面 越南政府怎么样逞凶 怎么样盗窃 怎么样赔偿 这是我们要去努力追究 不分蓝绿 大家共同来帮这些台商 来努力追究这些东西 是 这显然看来 秋毅老师 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通道 所掌握的讯息 完全失灵吗 是这样的 这一次越南的排华大暴动 在越南的台商 可以用个名字形容 叫亚细亚德古尔 同时也显示说 政府整个在这个事件的危机处理 完全失败 5月8号 国安局已经有 已经有情知 已经有情知 所以5月9号 才会有刚才 郭董事长拿出来的 住院代表处 黄志鹏 发出去的公文 可是问题是 你发了公文 就代表已经做了危机的警讯吗 当然不合格 这个只是在危机预防过程里面 一个必要的小措施 你有很多后续的落实的要去做 而且情况的掌握 你要做好 才可以减少台商的伤害 否则怎么会造成5月13号 5月12号已经开始示威游行了 已经开始抗议了 5月13号才会造成平阳 有现在估计有175家的台商 受到了重创 有18家的厂商工厂被烧掉 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嘛 所以你在危机有征兆 你整个的预防措施 整个的失灵嘛 然后等到危机爆发的时候 你整个情况的掌握 你又没有用同理心去帮助台商 来排栏解分 你反而在那边量量做事 当然使台商感觉到愤慨啊 他觉得我真的是雅思雅的孤儿 跟没有政府一样啊 好 那现在事情发生了 下面要怎么散后 下面要怎么散后 这是最关键的 国民党的代表团过去 经历部代表团过去 1993年台北跟越南 签友投资保障协定 你今天这个投资保障协定里面怎么用 我觉得政府至少应该赶快的盘点出来 盘点有三样台商的损失 第一项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商的厂房 台商的设备 台商的产品 被破坏被抢走 这些损失包含人员的受伤 甚至死亡 你的赔偿 这第一种嘛 这直接的损失嘛 第二个损失 第二个损失就是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惊慌啊 很多人被迫停工 很多人害怕也停工 停工的一千多家的厂商 停工造成的损失 停工造成的交货的展颜 停工造成的你供应链跟产业链 将来必须要做调整的断链的情况 你都必须要赔偿 这个要由政府代表团要算出来嘛 第三个 我们常要求赔偿的时候 有个叫精神辅慰金 你今天发生这么大的排华暴动 你给台商造成有多大的阴影 这一步要提出来 我们谈判是罕价从高 还价从低 我总是要把损失清单看出来啊 至于损失清单到最后 能够兑现多少 那就要看我们政府代表团的 谈判的能力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基本上三个赔偿的方式 第一个现金赔偿 第二个你的减税或免税的方式 来给台商补偿 第三个有没有提供优惠贷款 你过去在这段期间所产生的债务的问题 怎么处理 所以政府要提出具体的方案 你这个代表团到现在为止 我完全没有看到损失清单盘点的结果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 已经危机处理发展的程序 由它的潜伏期到爆发期到扩散期 现在已经到了要善后的时候 要解决的时候 可是不但前面政府的危机处理做得不好 现在善后该做的事情 我也没有看到政府有具体的表现 所以这个去了两个团 到底能够帮助台商做些什么事呢 我们广告回来 我们就请明前来告诉大家 这两个团到底去越南做什么